Alright 通讯软体诈骗陷阱多 请提高警觉哦 不要上当受骗哦 请打165专线哦 好 这位同学你们可以发现 赖詐欺的这个案件跟被害人啊 按年龄跟主要的犯罪方式 各位犯罪方式分成三大类 第一 假冒民意 刚刚唐吴老师讲的那就假冒民意 第二 假冒 假的网络拍卖 网络购物 我也被骗过了 你知道我女儿国中毕业的时候 国中毕业的时候 因为她毕业是六月份嘛 后来呢 八月的时候她生日嘛 她就跟我讲她想要买一套 日本的黑色小说 各位黑色小说就是什么大逃杀啊 那一类的 老师杀学生 学生杀老师的 我就问她 你要看着心理建设要建设好 我觉得这个黑色小说 比黄色小说更可怕 你知道 她说啊 我知道我只是想了解那些情节 OK 后来我们就在网络购物 结果呢 付了八千多块 什么屁都没寄来 后来对方就把我们封锁了 还有我花了八千多块 各位那叫做假的网络拍卖 假的网络拍卖 色情应召炸财 有没有 对不起这个我没接触过 我真的没接触过 我接触过我就跟你讲 但是我儿子有接触过 他没有参与啦 他跟我讲他没有参与 好 各位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0到17岁假冒民意的比例 大概是这样 18到3岁大概是这样 然后24到9岁大概是这样 30到 30到这个这个这个 39岁 大概有30% 大概有30% 各位那40到49岁 这个假冒民意的比例 50到59岁哇80多 80多 60到64岁83 接下来65岁82.5 好 书位同学 这你大致上可以了解到 好 那么好了之后呢 书位同学 那我们如果 来看一下这个网络拍卖 最常被骗的 最常被骗的 好 假冒民意最常被骗的 在这里 那么 假的网络拍卖 最常被骗的 在这里 24到29岁 有关色情应召 最常被骗的 就是 当时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 这个年龄 各位为什么 高中毕业 你知道什么 常常 可能手机上 LINE里面可能这些 爱情动作片 传来传去 然后看了之后 无限的遐想 然后呢 就被人家钓鱼了 就上当了 那书位同学啊 所以呢 有关色情被骗比例最高的 这18到23岁 你看 65岁以上 色情被骗的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不举了 他被骗的比例是零 称轻一点 他被骗的比例是零 各位为什么 因为就不行了嘛 不行了还会被骗 那也很麻烦嘛 好 所以各位 我们用这三大类型 搭配年龄来了解 假冒名义被骗最高的比例是 50到59岁 网路购物被骗最高的比例是 24到29岁 有关事情的被骗最高的比例 是18到23岁 好 好 来 同学接下来 依据受骗年龄的分布来看 下列叙述何者最下 但 中年以上的老年人 因为不熟悉网路操作 比青少年 更容易遭受到网路诈骗 各位 请注意 下列叙述何者最为恰当 中年以上的老年人 因为不熟悉啊 网路操作 所以比青少年更容易遭受到网路诈骗 各位 真的是这样子吗 各位不见得啊 你要看啊 像色情 中老年人就没有被骗啊 各位啊 那你在看这个这个这个网路购物 所以50岁以上 从40到65岁以上 是逐年降低啊 是逐是渐渐渐是变低的 后来稍微再高一点 但是并不代表说 中老年人受骗一定比青少年朋友高 各位这个不见得啊 这个不见得啊 所以各位有我刚刚这一个讲法 各位就可以发现这个答案错了 中年以下的青少年 因为不安 各位安是熟悉的意思 不安社会环境的险恶 遭假冒名义诈骗的比例比较高 啊 各位 遭假冒名义 假冒名义诈骗比例最高的 是在这里 那么应该是50到59岁 所以各位这里对不对 错应该是50到59岁 所以这里也错 色情应召诈骗多数存在财力雄厚的青壮年族 青壮年族那只40岁左右 40岁左右 青壮年族色情 各位色情只在这 所以色情最高的应该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所以色情最高的是18到23岁 这是色情最高 大学生 各位大学生的年纪大概就基于18到23岁 大学生呢 最容易成为网路诈骗跟色情诈骗 网路诈骗跟色情诈骗 所以各位网路诈骗 色情诈骗 色情诈骗最高 那网路最高的大概24到29岁 那么网路过屋吧 但是他这个比例也是3.97 各位 居第四高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把题目把它拉回来看的时候 大学生容易成为网路诈骗 跟色情应召的被害人 各位这个答案比较合理 这个答案比较合理 所以各位答案会变成 猪 好不好 各位A没有一定的必然性 各位B呢 应该是50到59岁 各位C呢 应该是18到23岁 各位猪叫大学生 所以各位这题的答案变成了猪 其实这种题目难吗 一点都不难 各位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简单的图表分析 图表分析 所以这题答案 猪